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日前被开除党籍 并移送最高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来处理 而同一天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的 还有江泽民派系的另外三只大老虎 对此有分析指出 这一切都是为了抓捕江派大佬曾庆红 以及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所做的铺垫 6月30号中共官媒发布通告说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 决定开除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的党籍 有关徐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 则移送最高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处理 徐才厚成为中共十八大之后被打下的第二位副国级领导人 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上周刚传出已被调查 徐才厚是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一手提拔起来的 被视为江泽民的军中最爱 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 徐才厚掌管着几百万中共军队和武警部队的干部人士大权 买官卖官情况相当严重 据了解 徐才厚与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和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有很深的利益交往 他还卷入博州政变 徐才厚也是中共军队迫害法轮功学员 进行活摘器官的主要责任人 与徐才厚同一天被宣布开除党籍 并移送司法的还有中共国务院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 原公安部副部长兼610办公室主任李东升 以及忠实由原总经理王永春 同时宣布这四个人 有一个是庆典作用反腐败的一个成果 做一个小结吧 这是其一 其二呢 习近平呢 打出这几个人 其实就是对党内的政治反对者的一个震撼 习近平呢 想那个重新调整利益格局 遭到了权贵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力狙击 所以呢 习近平就要中国反腐败打老虎来挑战政府 李东升在担任央视副台长期间 曾积极配合江泽民集团污蔑构陷法轮功 据不完全统计 从1999年7月21号到2005年底 央视焦点访谈 共播出102集诋毁法轮功的节目 其中2001年央视策划的天安门自焚伪案 更是挑起全国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 2009年 李东升被调到公安部任副部长 并负责与中宣部的协调 同年李还出任610办公室主任 成为江派迫害法轮功的具体执行人 据了解 蒋介敏和王永春是周永康在石油帮的马仔 过去十多年 中石油成了周永康家族的钱袋 蒋介敏被查处后 交代了3000亿辽和油田 被周永康家族以1000万收购的黑幕 那么现在呢四个人全完了 也就意味着这个江派民这个势力 已经是彻底不行了 而且就是现任的习近平这个群组 对于原来这个势力这个打击 是不遗余力的 他是释放了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号 就是给这个中共其他的人看 你不要再抱有任何幻想了 我想呢那么这个东西一释放出去 可能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人 向习近平他们表态了 据中共党媒《解放军报》报道 徐才厚被开除党籍的消息 在全军和武警部队引起强烈反响 中共军队四总部 海军 空军 与七大军区在7月1号这一天纷纷表态 表示听从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指挥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在博文中指出 习近平在掌控了军权之后 可能升级周永康的罪名 提供了抓捕曾庆红和江泽民 所需要的强力支持 在未来 包括曾庆红 江泽民在内的 任何一个老老虎的落马 都是不奇怪的事情 前面这些节奏都是为了后边 在进行铺垫的 周永康也只是说他先行一步 他已经是被监控起来了 那剩下传闻最多的呢 就是曾庆红这个家族 也是要被下一步进行处理 他们这一伙人呢 都是一根上上的骂着 一旦谁要是倒下去之后 他不可能不去把别人吐出来 据报道 徐才厚等四人 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的同一天 习近平亲信上海市党组书记应勇 也被升任上海市委副书记 江泽民的老巢上海被安插习近平的亲信 凸显江泽民已岌岌可危